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把工业物联网当中的人机数据以及资讯 可以快速地整合并且分析 透过这样的一个数据来协助管理者 可以及时而且弹性地做到资源分配 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率地把人力物力以及机器的资源分配最佳化 但是我们也发现其实不少的企业 在面对到我们说到的设备智能化的问题当中 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在于 可以怎么样完全不需要更改到 我们本来就已经有的设备控制器的程式 以及本来就已经有的MES ERP系统 也不需要做到克制 同时呢只要单独来使用一个套件 就能够打通IoT当中最困难的问题 也就是整场设备都能够做到智能化 所以针对今天这个议题也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在工业物联网当中的领导厂商北尔电子马上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可以怎么样透过最合理的预算最精简的能力就能够打造出灵活的企业战情室 首先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今天的讲师北尔电子产品管理支援部李立伟协理 欢迎David 各位大家好我是David 那谢谢主持人 那今天呢来这边呢主要分享的重点就是说 成属主持人刚刚讲的 整个工厂数位化 整个这部分的重要议题就是说 不要把原本系统再有其他的克制跟修改 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点就在于说 工业设备基本上都是八国联军 那同样数位化来讲也面临整个设备非常负载 也是整个随机组合的方式 那我们今天讲说如何利用单一套工具 不用学习太多东西 就可以把整个数位化的工作给完成 这样的话不但可以降低导入的困难度 还有整个导入的时间 另外在整个预算上来讲 能够达到更经济实惠的一个效果 那是今天要分享的重点 谢谢各位 欢迎David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到的是 灰同科技产品管理部廖春宪协理 欢迎Spring 谢谢主持人 我是灰同科技Spring 那其实今天有个重点 就在万物联网 在这整个工厂应用里面 其实很重要一点 就是如何实现one store shopping 那针对刚刚David也提到 其实我们有单一的系统 可以来做整个系统的整合式解决 对汇通科技来说 也是基于如此 跟贝尔电子这些 我们有很紧密的合作 能够提供完整的整合式垂直 解决方案给客户 谢谢 好 非常欢迎两位今天 来到线上跟大家分享丰富的资讯 接下来呢 在我们展开非常精彩的研讨会之前 有几件事情跟大家做个简单的提醒 待会在活动的进行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想要发问 都欢迎大家可以在线上提问 因为今天在线上有非常专业的技术顾问们 会为大家一一来回复 也提醒大家 只要是前十位 发问跟今天活动以及课程相关问题的来宾 就可以获得到我们北尔克制的随身碟 另外在活动结束之后 也邀请大家帮我们填写线上问卷 只要完成填写并且答对问题的来宾 就会从这当中来抽出十位幸运儿 可以获得到我们特别准备的 市价200元的星巴克随心卡 最后也邀请大家全程参与 只要全程参与 一样会从这当中抽出三位幸运的来宾 可以获得到北尔特制的超实用工具笔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精彩的研讨会 首先要为大家来介绍北尔集团 是在1981年 在瑞典南部的Malmo所成立了总部 所以到现在已经要40年的时间 这当中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应用 像是在工业自动化 以及工业数位通讯领域当中的产品 还有服务 我们也看到产品的范围 也从人机界面到自动化解决方案 还有物联网相关的软硬体等等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要请教David的就是 可不可以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 北尔集团 以及目前我们看到在工业物联网当中 北尔又提供了什么样的产品 又具备什么样的优势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David 好谢谢主持人 陈如刚刚主持人提到 北尔电子在1981年在Malmo成立 它产品的涵杆范围就是有包括可视化 就是人机界面以及自动化解决方案 我相信在工业界的各位应该不陌生 就是整个人机界面这样一个产品 人机界面最主要功能就是说 它从控制器跟设备端把资料截取出来 然后把它显示成数字跟画面 让操作者知道系统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点就是说 从设备跟控制器把资料截取出来 对照到现在所谓工业物联网工业4.0 讲的数据化 其实讲的就是这种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北尔在经由这产品发展历史里面 它就具备这样一个核心的技术 这是一个重点 这是为什么北尔今天未来会来讲做 所谓工业4.0解决方案 物联网解决方案的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另外一点我们回归到谈到北尔电子它的历史 它1981年成立的时候 它是有日本的企业一起合资 所以它相对在亚洲这边 它有很多技术上的合作关系 在一直以来就一直在进行 那这个东西让北尔电子跳脱一个最大的框架 就是说我们做工业的人都很清楚 欧系的厂商熟悉欧系的系统 美系厂商熟悉美系的系统 那亚洲也一样 但是北尔因为这个历史背景让它在欧亚两边 这两个技术来讲交流特别频繁 当然美系这边来讲在亚洲这边用的非常多 所以相对它也得到这样的resource 所以在它整个在人机界面开发历史的过程中 它这些驱动城市涵盖范围 就跨了这些领域存在 跨了这些区域跟领域存在 所以它的整个的驱动城市 比一般的其他的厂商来的丰富 这是一个重点 另外一点就是说各位在实际上看到一个地方 就是说北尔在总部的曼尔蒙 德国跟台湾设有研发跟生产设施 但是近几年来 整个的资源开发集中在总部跟台湾 所以它是少数外商在台湾是有研发团队的 另外整个全球生产制造中心也在台湾 这有别于一般外商差别在哪里 因为有研发团队在这边 所以有这样技术上的资源的需求 或者服务的需求 我们是在这边是有一些自主能力 而不是说全部要养在总部 这对一些我们在local的user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点 这是北尔的基本上 我们刚刚讲这个历史严格 跟它整个核心技术的发展 那我们看一下 它在整个产业面的涵盖范围 北尔在北欧的地方 它其实最强项就是海市 所以船舶部分我们是全球前一二的一个 人机的供应商 那一样在海市延伸到所谓离岸的工程 像什么专游平台 那像台湾现在很夯的离岸风电 这也是我们的强项之一 那海市上它有一个重点就是水处理 所以我们从这边抽离之外 水处理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强的 一个基础上的能力 跟一些比较好的 有比较丰富的应用时机 那另外一点当然人机 我们都知道人机广泛被使用于制造业 所以制造业当然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子公司 它在所谓的智慧交通这边 在所谓的网通这边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产品 所以这边面我们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涉猎 另外我们近几年 也在整个infrastructure跟building这部分 它整个能源管理的部分 也利用我们数位化这些技术 在往这边做业务上的延伸 所以刚刚是在前面是讲到 我们整个历史严格 跟那个北俄电池的背景 后面讲到是我们 这边讲到是我们整个产业 它的coverage 它的涵盖面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说 我们在所谓的工业物理网跟数位化这边 我们到底有提供哪些solution 刚刚讲的前面几个点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basic的 比较基本的以前的产业的核心 但回归到所谓的数位化跟工业物理网里面 各位看到就刚刚提过 我们有具备非常强而有力的 整个资料截取的能力 所以我们用这张图来解释 来看一下就是说 在工业4.0里面 工业物理网里面 它从OT 端的资料的整合 它会跟一般商用物理网不相同哪边 它不是直接上云 因为工业使用者 它有所谓安全治安的疑虑 它有所谓不止治安 它甚至有一些recife IP 智慧财产权权 它直接concent 甚至有一些营业机密的顾虑 所以他们习惯把资料先到edge 然后进阶的分析再往云端抛 刚好北俄的产品在前面 在edge这一端做资料截取 甚至把资料集中在edge server 里面提供其他一些edge computing的一些资料分析的来源 这是我们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往云端连结就是我们也会有 但是各位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有整个这些部分的一个连结 但另外一件事就是说 从这张图会看到几个重点 重点在哪个地方 就是说我们在OT 层 我们做这个事来讲有两个重大评点 第一个就是在OT 层这一块 在OT 层这一块 OT 层这边我们知道刚刚讲过 在前面也讲过 工业设备有欧系亚系亚洲的系统跟美系的 每家都不一样 而且欧系的还有自己不同的标准 那这边光要打通连结 各位想到 各位如果想到说以前买设备控制器 就买到八国联军了 你今天要资料截取 是不是一样也常常搞到八国联军的窘境 那会产生什么问题 产生就是说 我买了一堆设备 才能做到这样的目的 我engineer要share很多东西 然后以后来维护 要找很多厂商 那要整个人员的变动 会造成系统的不熟悉 那北俄 我们刚刚讲过我们的历史背景是 我们欧 亚 美 我们都有这些设备 所以我们看到下一张图 会看到就是说 我们在底下来讲光OT的设备 OT设备整个资料截取 我们就有这么多的驱动程式 所以我们在 所有的设备的涵盖面来讲 几乎我们用我们软体的工具 跟我们gateway 就可以把所有资料都抓出来 甚至可以达到 底下设备的工业设备 它之间资料交换的目的 所以你设备买了八国联军 我们回到整个设备资料结局 我们就跳脱一个八国联军 这样一个困境 回归到我们仔细想一下 工业 一般在消费性电子 跟一般生活上的物联网 能够大幅的发展 跟现在的蓬勃发展 因为就是智慧型手机 把整个使用上的习惯 跟界面跟工具 变成单一化 单纯化 这是一个物联网 它必须大幅发展的整个契机 那工业一直没办法突破这个问题 这也是造成目前工业物联网 它一个发展的瓶颈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在整个OT部分的资料结局 我们就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那各位再看一下我们右上方 这张图的右上方 这些都是IT的data 为什么会把ITdata 这些在我们的工具里面都具备 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 因为真正在实物上 各位在公司里面 在厂区里面会发现 OT资料昨晚 我们刚刚有一张图发到Edge Edge大部分是谁的管辖权 是IT跟MIS的管辖权 他们不是 他们跟自动化 跟设备的人使用东西是不一样的 以往常常发生说 两边的人一旦资料结局有问题 互相集同压降 无法沟通 因为工具使用不同 讲的话都不相同 那我们的软体工具 基本上把这些IT的协议 使用的一些协议 跟底下driver都包在一起 所以呢各位想到一个情境 今天如果两边的人 使用同一套工具 就可以达到资料交换的话 一旦有任何问题要排除 或什么其他维护的问题 两边是不是有同样的工具 跟语言来沟通 这才可以省下这些问题的存在 那这是一个北尔在能够谈到 刚刚我们在讲说 整个今天主题单一套件的部分 为什么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可以喊出单一套件这件事情 单一套件还是不够的 不够的原因是因为 回到真正工厂的产物面 你有几个数位化的部分要解决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 公用方法 那个facility utility的部分 就是讲到环安位嘛 油气水电嘛 你需要一个简单的mobus gateway 这大家都没问题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到产线端 我们又需要一些产线的部分 很多用到PLC 那PLC的资料结局 刚刚讲过了 北尔电子这边 我们也有这么多驱动程式 可以解决它 但是呢真正在工厂里面 有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就是老旧设备 很多工厂盖了二三十年 它买了很老的设备 现在还在运转中 你能不能告诉使用者说 这太旧了 我没有驱动程式 然后呢我必须把控制器换成新的 机台换成新的 才能达到数位化 那问题是我公司已经在生产了 我怎么去停下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针对这个问题 北尔还有一个能力就是 老旧设备我们专门的解决方案 这可以让使用者 在不更换旧系统的情况下 一样可以达到数位化 这样才可以真正 这是目前来讲几个落地的瓶颈之一 再来当然说高级的工具机CNC 这我们也有解决方案 还有目前台湾最夯的半导体跟印刷电路板 它的通信协议跟一般纯工业不一样 说Sysgen 我们也有Sysgen的整个这些Driver 所以这几个涵盖下来 我们刚刚提过除了Driver的需求以外 在实物面上还有一些实物上的考量 我们连这样的解决方案相对应的都有 都有相对应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客户解决他实际上会遇到困难 这是我们今天在整个所谓被在工业物理网上 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跟基础上的核心 好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 刚刚一开始David有跟大家分享到的是 北尔电子原本是协助客户 提供给他们在人机界面 以及在工业自动化的解决方案 但是为什么现在也特别协助客户 来打造企业战情室 各位一定也很想知道 到底企业在使用企业战情室 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优势以及帮助呢 再次请教David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工业系统的架构 它从IO PLC SCADA 到MES跟ERP一路上去 那早期在企业里面呢 到SCADA这一层算是自动化跟产物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在常用到说 SCADA就是整个图控 图控站去看整个工厂的运作 然后呢到ERP MES 上往上去呢 它会有一个叫做BI BNC Intelligent 在看整个企业的运作 以往这两个系统存在的时候呢 整个企业或者老板们经营管理层 在看这些整个公司的运作是 把竞销存 商务 业务部分呢 单纯一个资料看 然后再来看整个产业的部分 以往这些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我们谈到工业4.0的时候 工业4.0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 它魔鬼就要在细节里 它希望从整个公司的运作 达到一个更优化的管理 跟更细节的管理 在里面呢就是我们常讲 从成本财回到赚管理财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呢以前系统两个分开来看呢 会发生什么事情 见数不见零 我只看了工厂的运作 但是我回头要去看整个企业的 企业运作看BI的时候呢 人的感知上来讲你两边的一定会有 认知上的落差 甚至呢一些事情的遗忘 或无法去做bridge 所以东西事情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如何把这两个BI 把BI跟SCADA系统的资料连接在一起 就是说我怎么把整个企业运作 简单来说 我们把一般业务的order taking 甚至买料进销存 甚至出货记录 连接到看到整个工厂运作 把工厂整个细节生产计划 排程干嘛这些 设备本身 甚至到回到设备本身 它的加动率什么样合不合理 这都会牵涉到公司一些财务上的投资 甚至呢整个整个设备运用 我们刚刚讲的嘛 我们把成本管控的方式 回到赚管理财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这是整个wallroom 它整个意思的发想 那为什么北尔会往wallroom这边做 BI是一个dashboard 我们讲dashboard是仪表板 它是在看财务的 scada是在看工厂运作的一个图控 它都是图像的显示 那北尔之前本来就说人机 人机本来就是个可视化 所以这些都是可视化 那我们那时候在想说我们基本上可视化 我们有一些图形处理能力 我们已经够强了 那加上我们刚刚看我们前面有一些 我们把OT跟IT的data 这些通信协议我们同时都具备 那可视化加上OTIT整个data的整合同时具备 这不就刚好是战情室 它的一个最需要的核心技术 所以让北尔看到一个点就是说 我们可以朝这角度去发展 所以两个点 第一个 实物上的趋势的需求 业界的需求 第二个 北尔的核心刚好去match 这样的一个需要的一个quiterium 所以我们就往这个角度来走 我们看到这些简单图 其实北尔我们有自己的战情室 简单来讲 以前我看工厂生产制造 我只知道工厂弄得好不好 弄得好不好 那挺样的道理 我们常讲一个最简单的情形 是说今天呢 我们讲嘛 工业四年谈到少量多 谈到弹性生产 我有集单进来 那我集单进来以后 简单来说第一件事 那我工厂排成是死的 但是我集单进来的时候 能不能这单插单 或者有更新的变动 那以往想着系统分开的时候 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发现 业务讲了 厂长不知道怎么办 老板也没有办法做家具们 如果今天我把两个系统放在一起 就是说 我从整个工厂运作 连接到所谓的工单 连接到我的ERP 系统一摊开来说 不对啊 你这张单这样做 你排成还在等料 明明这个料现在有什么状况 我可以往前拉 那你中间还有多少空档 那或者说 我们甚至以前来讲 以前设备是不是简单来说 有着税修的问题 是要停下来 那我们把刚刚讲说 战情室里来讲 他还有把设备的驾动力状况都一直拉进来 这个设备看起来 安全记录很好 目前没什么问题 税修的问题是不是 我们更智慧化一点 没有必要 我不 我有一些预知诊断 我就不需要这时候排税修 那极单是不是就跟着插进来 所以以往看到 看这些人来讲说 我们讲的之前的方式 讲见数不见零 今天把它弄成一个完整的组合起来的时候 各位可以发现 整个产业的效能才可以提升 不然呢 我们当产业的红色供应链 什么这些东西 成本已经砍到无法再砍的程度 整个企业竞争力 基本上要进阶到管理 把最后一招效益炸出来 那才是真的企业竞争力 如果你还在停留在以往SCADABI 这种分开管理的方式 那你最后一关 即使老板再有心都无法突破 所以回到战警市 才有可能做到这样的 让一个整体资料基石化 我们就简单讲说 除了这些整合以外 还有一点 暂时有一点就是说 以前在看东西 维修干嘛都是看报表 人员可以调整 或者你一个月 一个月半个月再看一次 当你变成 如果今天想象你是一个经营管理层 你的所有这些资料 都是一分钟 两分钟内就update一次 你的判断 你的决策跟判断依据的品质 能够拉到多高 这才是战警市来讲 带给企业的效应 所以这为什么这几年来 企业来讲开始往这边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成本这些管控都已经达到几次 所以唯有往这角度走 才有可能做到 刚刚我们谈的赚管理财的方式 所以这是战警市的一个价值 那战警市建制上呢 它有几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减少资源耗损 就是前面讲的黄安位 油气水电 就Faciti Utility 的部分 再来就讲产线的部分 产线部分就我们讲 PLC的这些资料截取 再来就产线旁的机台的部分 这些资料截取 那这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数据化的部分 那这刚刚讲讲 北尔是从人机起加码 这边当然就是我们几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核心技术之一 但是刚刚看到 也看到我们在整个通讯协议上 对IT 层 我们这边也都 整在我们的软件软体里面 所以呢 后面再讲做完前面数位化 后面要跟 MES 做整个强化生产效能 到企业运作智能化 跟 ERP 这边结合呢 我们这些 IT 协议协议 协助我们打通 那加上我们本身就是做人机 所以呢合在一起 这次要合在一起 我们又可以让 Overall 这要作为可视化 那这就刚好是战警市的一个 两个最重要的元素 那北尔刚好两个核心技术 刚好贴近这一层 这也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市场上 有这样一个强烈的需求 又刚刚好我们的产品 能解决客户这几个痛点 所以我们就往这一个 解决方案的部分的推广 甚至整个提供 来往这边来做我们整个 那个整个事业跟这类的发展 好非常谢谢David的分享 刚刚有说到就是因为 因应了市场上面的需求 加上呢 北尔的核心可以提供给客户 来打造出企业战情势 对不对 不过呢企业战情势 好像不是一个最新的概念 因为其实蛮多观众朋友们 或者是企业 都有发现到企业战情势 它的重要性 还有它的优点 但是我们就想要问问了 为什么到现在 好像没有太多人在做 是不是当中 会有很多的挑战存在 以及也想要知道 到底北尔 跟其他家的业者 提供出来的内容 会不会有所差异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优势 来跟大家聊聊呢 工业设备它有一个最大差别 就是说它是一个八国联军 以前欧洲走欧洲系统 亚洲走亚洲系统 美洲走美洲的系统 那买设备各位真的去工厂里面看 如果各位是使用者 当然更不用讲了 那设备里面一堆厂牌在里面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光这些Gateway 这些要把资料解决的东西 你要买多少家的设备 那我们讲一个非常实际面 八国联军的时候 工程师已经学这些控制器 学这些东西 学的已经非常辛苦了 因为一个人要熟悉好一种不同的厂牌 往往还要call 这些厂商来做技术服务 那今天又多了一层Gateway跌上去 那Gateway把它抓着跌上去 一样不同厂牌 你会发现这些这么多设备 你可能买了好几家 那设备里面很简单 跟空气一样 你不同厂牌 就算是同样功能 它的那个使用者界面长得不相同 那工程师要学多少东西 那一个人学东西有限 那一个人学不了 就是人要多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那他还是OT成税 他人一旦要多 你可能公司为了做智慧化 本来是想要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一些人力 结果你要 hire更多工程师 来建设这种系统 这是一个问题点 好 第二个问题点 我们刚刚提过IT跟OT之间 以前IT的人只要管MIS 管这些公司的网络就没事了 现在你回到主要做整个 整个工业四年 成为工业物联网 你要往下去管自动化的东西 那OT人也一样 以前做光滑的设备就没事 现在还要跟IT人做沟通 那两边本来就是已经井水不犯河水 这是以前的企业文化 现在变成两边要密切合作 使用的工具完全不相同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东西来讲 他层上的障碍有多大 这已经第二点 第三个点是 很多软体的部分 为了要连结 其他Serve Party的IT系统 例如各厂牌的ERPM 也甚至POM 甚至什么SCM这些系统 那你要很多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是标准界面 你要买很多可能有些像ERP 要买很昂贵的模组 或者有昂贵模组以来 你这些资料要连到我的所谓战情室 还要写一些外挂程式 来做这些整个的资料连结 那外挂程式大家都知道 外挂程式基本上都是Coding 它可能没有UI 那这程式把写一堆人员一旦流动 这个东西要怎么去管理 怎么去维护 那就回到第一个 学的东西人要变多 然后系统的复杂 很多外挂都是客制化 非标准品的东西 那今天公司规模要是不大 你根本负担不起 尤其台湾很多是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哪有养得起这么多人 然后大公司就算做了起来 会发生一个实际问题 就算你建置起来 后面的维护这些运作 又要投入一部分人力进去 结果我要今天要是老板 我会发生一件事就是说 我要达到的效益还没提升 我先投了一大笔钱 还不见得能转换的出来 就是说 他之间的那个投资的回收 要多久能回得来 因为太复杂了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一件事就是说 商用在一般来讲 消费性电行为的这些物联网 为什么能够起来 他经营就是说 他把工具给简单化 那东西呢 把整个的那个 整个使用界面变成标准化 这是一个重点 不然的话 人一般普罗大众也一样 他一样有同样的问题 那今天来讲对应到来说 在我们一般消费性电子 一般我们的社会上 这些平常生活中的IoT 达到这个问题来达到整个 解决这个问题来达到整个 达到整个产业的大爆发 工业上这问题没解决 当然爆发不起来 这是问题点 所以呢在这个点上来讲 我们就提到一个点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我们刚刚讲过 底下不同设备的连结的Gateway 我只用一套软体 那甚至再大胆一点 我到IoT那一层的软体 也是用跟下面同一套 那这情境想一想 有没有很像 我们现在用智慧型手机的情境 那这才会达到一件事说 我的现在的企业要导入 这样的一个方案 我不需要养育的一个工程师 因为工程师要学一套东西嘛 那我的IoT跟MIS的人呢 要学位跟底下连结 也就学到同一套软体 那中间的沟通的部分 是不是就降低了很多 如果这套软体 它能够里面 它的开发程式是纳入整个 软体也是在管理的 而不是外挂在外面的 那就变成不是 那就变成不会有一堆 一堆外挂程式很难管理的问题 所以用这张图可以看到 一个情境 我从底下的设备端 从人机 我就用一套软体 到那个整个Gateway 我也是同一套软体 这是到战情室这边 我也是同一套软体 我们的北尔软体叫IX 所以IX 本身 它就从这个底的地方 它就把 从下到上到横向 全部使用同一个东西 那 这个我们刚刚讲几个痛点 是不是才能获得 基本上最大的解决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就是说 为什么要讲单一套件 因为我们真的单一套件 才是解决 目前 刚刚主持人讲过 为什么工业入房战情室 虽然很有用 但是 一直无法快速导入的原因 或者被大量采用的原因 这是我们提出的解方 然后呢 一样 经由这些东西来说 我们有 因为我们有那么多IT的 资料写去的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从资料库 从哪边呢 把原本IT的系统 例如说 ERP MES 甚至 PLM 系统连结在一起 再变成怎么样 才能达到说我这些系统的部分 不需要做客制 不需要做客制 然后这些连结的层次 在我的软体里面 也是得到一个很好的管理 而不是外挂在外面 所以呢会发生就是说 我下面的部分来讲 我因为有这么多驱动程式 我底下的这些控制器 不需要做到更加其他修改 我就可以资料借取上来 但对应到IT的系统里面 我也不需要做到这个系统 就可以把资料借取上来 然后一样 这些工具 大家用的程式都一样 用的软体都一样 工具都一样 所以整个事情 让事情简化了 所以让战情室 整个能够往这边 来就一个最基本 最简单的建置 就不会有这些 技术上的障碍 跟所谓营运上 违运上的一些障碍的存在 那这样的话来讲 像杂道器的部分 我们刚提过 我们横向部分的解决 横向部分的解决 就是说这些设备 我们一个gable 就可以全部导通 对应到你场域 场域那个情境 我们全部都能够涵盖 那一样在这个通讯协议上 我们OT跟IT 也全部都涵盖 所以最后一部分 在这地方 我们才可以在 整个这两个部分 用一个软体 把它全部给透通 那这是彻底可以解决 整个战情室 在市场上无法推广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 非常谢谢David的分享 刚刚呢 透过David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 北尔的企业战情室解决方案 真的是可以协助企业快速 而且有效的让设备都能够智能化 不过观众朋友们 应该也想要知道 到底有哪些成功的应用案例 赶快再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有几个成功案例 基本上呢 在工业物联网里面 它要做所谓的整个 数位化跟战情室这边呢 它会有几种各种不同的 使用者情境 一种情境就是说 这家公司它本身 它的软体能力就很强 它IT就非常的强 那它需要的各种 整个的scenario 它的这些使用上的方式 它有它各种不同的主张 那这部分它当然只需要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把资料呢 放到database给它就好 因为其它它会做它整个 后面的后端的处理的部分 这种case呢 我们有些机械设备商 机械设备制造商 为什么机械设备制造商 会有这样的需求 因为他们是卖 他们不是除了自己工厂以外 他们还有卖设备给客人 卖设备给客人的时候 每个客人呢 我们知道设备卖出去 会有维护合约 甚至呢 有些设备开始走租赁 对不对 那它租赁部分来讲 它有远端 甚至有远端设备 它的一些健康的管理 因为租赁就要代管 所以它的情境就比较多 不单纯只是工厂的管理 这种情况下来讲 他们就比较prefer就是说 我们把资料提供给他 他做后端后台 整个不同的建制 所以这种部分呢 我们就对我们来讲 刚刚讲过 我们对IT 资料库的这些协议 我们都有办法编辑 所以我们帮他们建制一件事 就是说 我们把它的资料 结局出来以后 我们放到一个他们指定的格式 那他们就抓走 然后各位看到 这边有几家厂商列表 在那边有做一些机械元件的 也有做整台机器的 那个供应商的 这边是我们一个客人 那另外一种就是 电子产业 电子产业基本上 它着重在自己工厂 因为它跟设备制造商不一样 它不是把设备卖到别的地方 它是产生产品 提供到其他的那个 就提供到业界去 那它比较着重在制造本身 那制造本身呢 目前我们知道 云端这边来讲 它的云端管理 它不一定往那边走 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战情室 我们最typical的战情室 就在这一块 因为它希望把 它整个营业项目 这些产销备料 甚至到整个工厂 它的部分 它的整个产业运作的部分 整个都连结 这是很标准的 BI 跟 SCADA 它的连结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有一些电子的 产业的制造商 我们就帮它建设到 用我们的软体 从那个底下的Gateway Gateway部分 到上面的战情室软体部分 做一个total solution 那这就是战情室的一个建立方式 那当然厂商的部分 我们就列在旁边 我们就不另外再赘述 说这个部分是哪去加 那比较有趣一点就是说 我们还有做到一些食品 跟连锁店的产业 那食品业 各位可能觉得说食品餐厅 跟工业为什么有关系 但因为食品业这几年 整个连锁体系越幅大幅的增长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它其实是有中央厨房的 中央厨房 其实是某个角度 就是工厂 这是工厂的概念 那所以它的工厂 当然效果数位 一样 因为工厂来讲 为什么我供应到 各个地方的餐厅 这地方我从中央提供过去 那你会发生几个问题 第一个 每个餐厅所在 连锁店所在的区域不一样 这区域的民众 他的消费行为习惯不一样 他热销的品项不一样 中央工厂其实又比一般工业一样 为什么 工业景气好评估 那个餐厅跟餐饮业 它的景气跟 因为人性变得比较快 跟工业不一样 它弹性要求更高 所以你说虽然它是一个很consumer 看起来很consumer 不实际上 它在整个所谓的智慧 它更贴近智慧制造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除了一些工业里面 在这个地方来讲就是什么 我们把资料抓完往云端 跟ERP MES 作结后到云端 做整个连结 做整个overall的管控 当然这部分 北尔提供的就不是 total solution 为什么 因为在这块来讲 他们在云端 service provider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是 连support的那个协助客户 把资料抓出来 又往云端抛 甚至必要说在local端 还要跟他们MES ERP 作结连结以后 帮他们资料丢到那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就到云 所以我们各位看到 单纯的database 资料库的结合 到整个占行事 到跟cloud base 整个的结合 我们都有这样的成功的案例在使用 所以这个有一个重点 谈在哪地方 就是说 北尔的产品不是一个 硬邦邦的一个package 它是可被模组化的 可被模组化的 那这模组化的重心在哪里 模组化基本上第一个弹性 每个产业不同 你可以跟弹性做需求 第二个模组化是 你可以像积木一样一段一段往下建立 那这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在哪边 系统很大 预算变得非常高 但是一般公司有预算管控 那你老板也不希望一次投那么多钱 看不到效益 当模组化的时候 你可以从基础开始做 看到效益的时候再往上堆叠 那这的话来讲 它变得第一个预算可管控 第二个呢 当你分模组的时候 你的主事的单位 承办单位 负责单位容易被指定 所以侍权ownership是容易被 给那个指定出来 比较不会有侍权部分的问题 第三个部分 它的预算不是一次大量投进去 所以这部分除了整个实际 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 另外一解释一下 我们在模组化这边 它带给产业的效益 是 非常感谢David的分享 也让我们知道呢 其实贝尔的企业战情势解决方案 不只是应用在工业 哇 在食品业 餐饮业 都可以看到它成功案例的身影 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就是 单一套件万物连结 真的节省到 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预算 因为它可模组化 而且它的弹性也非常好 所以可以帮助企业节省预算 最后我们也想要知道说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案例 或者指标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再次请教David OK 谢谢主持人 第一件事就是 自己一定要用 自己不用的话 当然税回不了别人 所以我们帮 我们刚刚讲过 在一开始讲过说 北俄的整个全球制造中心是在台湾 那这边我们又是亚太总部 那很想见我们就有所谓的产销 制造 还有包括整个那个公司 整个营运上的需求会结合在一起 就是刚刚战情是最好的案例 最好的一个实验基地 那也不能讲实验 因为实际上我们自己公司有在用 所以一个指标 我们刚刚讲 讲这么多 人员可以用的很少 再来就是说导路时间快 成本低 那最重要是我们的工厂 从我们派去安装一些必要的sensor 那当然我们工厂占一个便利 我们自己有本来就是人机 我们人机这些gayway本来就在里面 但是有些sensor我们要加装 我们从我们的工厂 从加装sensor 到跟我们公司的ERP做连结 到把整个战情师可视化做出来 我们用两个工程师 五个工作天就把它做出来 这是第一点 那这是比较属于战情室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提过 跟Serve Party 有些客人会讲说我今天找的是有些 做一些譬如说智慧制造的分析 我有找Serve Party的SI一起来做 那这部分我们刚刚讲说 我跟IT整合的便利性这边到底有多高 有另外一个案例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案子最近刚刚出去 85台gayway有13台h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里面就有些智慧制造的分析模组的 厂商跟我一起合作 我们必须把资料吐给他 那这就符为一个情境我们讲 IT跟OT之间 我要图资料 我要把OT 资料给IT的SI 跟Service Provider 去做这样的连结 以前不是讲说 基同鸭讲吗 语言不同 那今天因为他们这个东西发现 我们的Gateway 我们的软体 这些东西在H端的软体 基本上单一套件 而且这些都support 所以用同一个Tool就可以做沟通 我们在跟他分析 我们把资料抓上来以后 跟他分析团之间 整个资料结合到压力测试 一样我们的公司跟他们 只用五个工作天 就把这件事给解决 可以直接开始到现场去安装 那就是讲两件事情 第一个 系统坚持的快速 跟不同界面之间的整合之间 这是两个最好的实际案例 我们都有实际的人力跟指标 这是非常成功的完成案例 就可以呼应我们前面 一样我怎么让这件事情 变得更落地更亲民 更经济实惠 而不再像以前遥不可及 需要很强大的 例如说公司的体系 很大的人员的一些Resource 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好 非常感谢David的分享 那提到了工业物联网 我们知道最基本也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我们的机器跟设备 做到联网的功能 所以我们也知道 贝尔电子的另外一个优势 也就是有专门负责网络 软液体相关的一个规划的 最佳战友 也是同样隶属于 贝尔集团的汇通科技 接下来马上要来请教Spring 详细来跟大家介绍汇通科技 现在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就是刚刚David少有提到 其实整个的IoT 从资料的截取到战情的管理系统 其实非常的重要 但是这不外乎 需要一个很有效的传输 那这个传输事实上 是属于战情跟远端 如何把资料连结 那其实客人在 或者是我们的partner 遇到的问题 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 就是设备的老旧 为什么设备老旧 设备老旧没办法有联网的功能 那没有联网的功能 其实上在资料截取上 在IoT的整个进程上面 就遇到了阻碍 那惠通在2010年 并入到北尔集团之后 其实我们迈向第三个五年 那这第三个五年里面 我们在整个的产品线 我们从最基本的switch开始 到现在我们分为八大产品线 八大产品线大家可以在这张图中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应用 那事实上 这些特殊的应用跟产品线 其实是取决应用在不同的场域 还有不同的市场 那等一下下一页当中 我会再提到这些问题 那回到产品面的部分的话 汇通在网通产品的设计上面 跟其他的网通产品比较不同 我们取决于模组化的设计 那这模组化的设计 包含软体跟硬体 那模组化的设计有什么优点 因为过去的传统的网路设计 就是一人一机 所谓一人一机就是说 我每一个世代的产品 事实上我有很多东西并不流用 但是模组化的设计 可以有效的 让整个工程师共用平台 那在产品的设计方面的话 我们针对Ti2Market的部分的话 产品的设计 可以在这个地方有效的应用 那软体的模组化设计的好处是 客人在提出需求时 我们可以在快速的时间 把不同的功能 不同的需求 整合在同一个软体的平台里 快速的推出我们的产品 那刚刚讲到我们有八大产品线 事实上cover从Edge 从OT到IT 那Edge的部分是 事实上就是一些converter 或者是一些injector 那有助于客人在远端 资料收集的部分 那包含一些gateway的部分 那到OT的部分的话 事实上从我们的 有一般general的poe 或者是nonpoe的一些switch 那还有一些特殊protocolswitch 那这些在公益网通的应用上面 事实上都是colonics的强项 那接下来到IT端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进阶的L2跟L3的switch 事实上这个部分的话 也让客人有比较多的选择 那这些选择事实上 应用领域的话 因为colonics其实蛮深跟台湾 在台湾已经有超过15年以上 那跟惠通跟北尔之间 两者之间的结合 其实我们之间的火花 其实并出蛮多的 就像刚刚之前我提到的one store shopping 非常的重要 one store shopping的意思是让客人 在进到惠通或者是进到北尔 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不需要透过第三方 不需要透过整合方 能够有效的 然后得到一个垂直式的整合系统 那刚刚提到整个目标市场的方面呢 其实结合北尔跟惠通 其实我们有几大领域 刚刚David提到说 我们在marine的部分 其实北尔的强项 没错还是实 但是整个的传输 其实跟资料的截取是 环环相扣相辅相成 那所谓的传输的部分的话 其实在不同的应用市场面 其实有不同的认证的规定跟规范 那汇通的产品有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 我们有定应出不同的产品线 然后不同符合的规范 能够应应市场跟客户的需求 那这个部分包含哪些 像今天主要主题有IoT的部分 那IoT的部分 事实上在EMI跟EMC 在IEC 61E的部分呢 有特殊的需求 那这特殊的需求 事实上我们应用的产品线 那从最基本的 不管是C FCC 这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认证 但是相对于IoT的部分的话 EMI EMC抗干扰的部分 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常知道 就是说环境的抗干扰 其实会取决于 产品传输的稳定度 所以汇通的产品 都有经过严格 国际的一个实验室 认可 拿到认证 所以产品上 不管在EMI EMC的部分 是无语的 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 我可能稍微也提一下 就像PoE的部分 PoE部分其实 在台湾应用还蛮广的 不管在Global或台湾 那台湾的部分 其实在常用到在哪边 像大家日常捷运 或者是铁路 甚至高速公路的交通 甚至入口的监控 其实有很多PoE的switch 或者是一些Wi-Fi的部分 一些资料的传输 那其实汇通有其 蛮多的解决方案 其实跟大家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 在巴士上面 那巴士上面 其实它有需要一个 蛮特殊的认证 叫EMARC 那最近有一个新的协定 叫做IT-SPT 这是一个蛮新的 属于欧盟车载通讯的 一个应用的规范 那会在2022年 纳入欧盟的需求里 那但是目前 还是以EMARC为先 Marine的部分的话 事实上DNV 那我们知道 事实上 整个全球的海事的部分的话 其实大概最多的海权 有八大国 那这八大国里面 当然每一个国家 有自己的海事的认证的标准 但是DNV这个部分的话 事实上大概cover了全世界 80%到90%的市场 所以我们以DNV为主 那接下来还有比较特殊 譬如说在能源方面 像在台湾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电力的应用上面 例如风电太阳能 还有那个病人站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有一些 成功的解决方案的案例 那这个部分 其实案例的部分的话 有一些特殊的认证规定 譬如像IEC61850 或者是IGPoE1613 这些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在电力的传输上面 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延迟 或者不允许有任何的干扰 因为这些电力控制的部分 这些认证是非常的重要 还有一个蛮重要 像C1D2 防暴的认证 因为跟我们生活行息相关 C1D2 这个认证的话 确保我的通讯产品 不会因为有突然的危害 而造成对整个系统 造成整个瘫痪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 在铁道交通上面 刚刚我提到的 事实上在501155 50121 这些EMI EMC的规范方面的话 事实上是还蛮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 汇通在通讯上面的一些传输的解决方案 结合 北尔电子的有效的暂停式管理 还有远端的资料截取的方案 其实在这整个工业网通 或者是整个IoT的领域里面 我们能够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整合式的解决方案 给客人一个可以得到端图端 或者甚至是从系统控制面端 甚至是老旧的网路升级 或者是新的网路的扩展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汇通领域跟北尔领域结合里面 其实我们是扮演着彼此相辅相成的角色 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请教Spring 也请Spring给大家几个成功的应用案例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成功案例 我想说我选这个是包含有线跟无线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在案例里面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案例事实上是有关于自动化仓储管理 那这个部分包含哪些 因为在自动化的仓储管理里面 我们包含了像AGV无线载车的部分 那无线载车的部分 它需要一些无线的通讯 那汇通的解决方案里面 可以把无线通讯模组内建在AGV里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可以有效的 把AGV的即时的资讯包含路线 包含时间包含派遣 这个部分的资料可以有效的管理 那再来还有哪个部分呢 再来还有在场域内的无线的AP的部分 那这无线AP的部分当然其中之一 除了要收集AGV本身的资讯 当然货架上面的一些货物的资讯 我们也可以有效的做控管 所以智慧化的仓储管理 其实不只是在货物上的智慧化运输 包含像派单 包含像仓储数量的管理 那这个部分包含到从派单到包装到配送 那这个部分我们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那这当然这其中也包含 贝尔的整个HMI的Solution系统结合在一起 那常常在这个案例当中 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个蛮重要的部分 譬如说无线的部分 那其实无线的部分 其实客户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第一个我怎么去选型 因为无线的产品非常的多 那选型的部分的话 当然有的客人可能他从 需要一个远端的一个管理 那他可能会有LTE的连结 也需要Wi-Fi的连结 那汇通当然提供的产品里面 也有属于Hybrid的部分 有LTE跟Wi-Fi combined在一起的产品 那这个部分呢 可以提供客人一个有效的选择 那再来还有什么 就是说在场域内在安装的时候 时常会遇到干扰的问题 我到底要安装多少AP 到底需要多少通讯设备 因为这是跟有线中间 比较不一样的差别 那汇通的解决方案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蛮智慧化的管理应用程式 可以装在客户的手机里 你可以依据手机上面的资料 可以去选择你最佳的安装地点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第一个我们当然可以得到降本 那降成本的部分的话 重点在哪里呢 就是说平常如果客人 没有这套有效的管理系统 他在装AP的部分的话 他可能凭感觉 那这个凭感觉的话 可能你会装的太少或是过多 但是智慧选型的部分的话 有效的可以管理 选择在适当的位置 我们可以安装最佳的机器的安装点 那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达到最佳化的传输 那当然这个部分的话 可以省去客人安装的时间 整个场域建置的时间 那接下来可以省掉不必要的成本 那还有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整个智慧化管理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有效的去控管整个的运送系统 还有我们整个的网路管理的部分 那网路管理的部分的话 其实汇动的产品都支援 所谓的Web UI的界面 其实蛮人性化的管理 那当然这其中包含的蛮多的 可能从简易的 可以从Console 从TailNet 从Web进去 那客人最熟悉的界面 还是属于Web的部分 那所以在这一个分享的 这个应用里面的话 其实是要让大家可以去了解 其实在整个的IoT 在整个的有效的自动化控制管理的部分 其实贝尔跟汇通中间 其实我们在整合式的解决方案里面 我们不只是提供 让客人可以从远端的资料截取 透过有效的传输管理 甚至到战情系统里面的收集分析 我们有一整套的整合式的管理系统 根据不同的市场应用 不同的场景应用需求 我们能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谢谢大家 好 谢谢Sprint精彩的分享 谢谢 好 今天非常感谢David以及Sprint 两位精彩的分享 相信非常多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是即将要迈入工业4.0 或者是工业物联网的畅商 今天提供给大家一个高CP值的解决方案 也让大家明白到Bayer 已经可以做到单一套件万物连结 可以协助大家用最合理的预算 最精简的人力打造出最弹性灵活的企业战情室 当然也帮非常多的中小企业 节省了非常多的预算以及人力 今天我们要再次邀请到两位 为我们为今天的课程 还有线上非常踊跃的QA 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我们首先先请David OK 很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 今天其实我们主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知道在所谓的Consumer的物联网 就一般生活中物联网里面 我们都习惯可以用一支手机 很简单的软体 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界面 跟复杂品牌的选用 就可以达到大家上网的目的 但是工业物联网一直以来受到 因为以前一些工业标准不同的限制 造成整个系统非常复杂 是八国联系式的组合方式 但透过今天我们整个的分享 我们也可以发现 工业物联网也可以像我们平常上网一样 那么便利 只要学会单立一套工具 就可以达到 让整个贵公司的工厂设备 联网这个目的 那这样才可以达到整个大幅 整个投资效益的提升 跟整个系统建置一个便利性 这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个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好 谢谢David 接下来我们邀请Sprint 那其实今天呢 很荣幸跟大家分享这些应用 那其实在物联网的应用 在IoT的世界里 其实从以前的1.0到现在的4.0 其实这个整个里程碑的迈进 其实是不只是从数位化 甚至是整个整合式解决方案 从单一到整个系统化 其实是一个里程碑的迈进 那当然北尔跟惠通是少数的厂商 能够提供完整的整合式解决方案 从端到端 从最末端到最系统端 我们不管在软体在硬体 在整个的系统保护需求上面 我们得以提供蛮完整的解决方案 所以今天很感谢大家 也感谢分享这些讯息 谢谢 好 非常感谢Sprint 最后再次提醒大家 待会记得帮我们动动手指头 填写线上问卷 只要完成填写 并且答对答案的来宾 我们就会抽出10位 可以获得到市价200元的 星巴克随行卡 最后也要提醒各位记得 如果对于我们今天活动的 比尔产品相关解决方案 想要进一步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洽询贝尔 最后再次感谢David以及Sprint 两位精彩的分享 我是韦山 我们再会咯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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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